今天會來拜訪我的老朋友蘇院長 是選著第一黨主席選對會 對於這一次新北市的選戰 我們非常期待蘇院長能夠在最重要的關鍵 能夠出來跟我們一起努力並肩作戰 我們認為需要一個最強的人 在最重要的關鍵扮演承擔民進黨在新北市 新北市這一場的選戰 在新北市民大家一起努力 讓蘇院長在民進黨執政之下 能夠代理新北市超越再超越 年底的選戰非常重要 也非常艱難 今天菊姐代表黨中央 來再三的肯切的告訴我 要把這個眾者大任 希望我來扛 我知道這是很辛苦 很不簡單 但是我基於對黨對新北市 我知道我不能放著不管 所以我願意來慎重考慮 我們八年前已經講過說不選第三次 我想我這個部分 第一個所有一個有責任的人 他有些時候暫時沒有選擇的時間跟空間 社會的需要 我們要新北市民的期待去考量 我不太希望我們黨中央 或者是有人散佈這種失敗主義 那我會覺得說我們了解艱困 但是我們是應該要非常有信心 如果只是思考個別的派系 那我覺得這樣的話 是不能夠擔任重大的責任 所以我會覺得沒有人會去考慮 派系那是最小的問題